嗨 威姐 好久不見 每次見妳一定有好事 今天我準備要帶妳喝茶 妳看 阿家齁 昨天還落後天 會發財 貴人出行多風雨 貴人 妳也是貴人 對 還可以 我們彼此貴啦好不好 都很貴 所以威姐 在這個浪漫的雨天 我們要去喝什麼茶 這個很有來頭喔 我今天要帶妳喝的這個茶 不僅是茶 它還有瓷器相結合 而這個瓷器是當時2017年的時候 我們金莊五國在廈門會晤 就接待第一夫人用的瓷器 來喝這個茶 所以我們不但賞名 我們也賞瓷器這樣 對 所以茶瓷一體你知道嗎 又是一個有文化的笑容 我們走吧 我們走吧 因為妳肯定要有文化 嗨 哈囉 歡迎 嗨 威姐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一起進來感受一下我們的這個彰化 一進來就有那種茶香的那種感覺 對 今天我非常的高興 已經有妳的認識 就認識我的老鄉 我是從我們小說到去掃墓 墓碑上面就會寫著我們祖先的來處 原來是泉州的南安 喔 妳老公的喔 唉唷 那親戚姐妳也是南安人嗎 對不對 一聽到是老鄉 立馬就親戚 阿嘉妳其實平時會不會喝茶 自己在家 喝茶啊 我們從小到大我們也喝茶 並肯定我們是閩南人 尤其是來到廈門 我真的是這兩年多 我發現說 任何一家公司 乃至於任何一個家庭 妳進去喔 都有一套茶具 是為什麼說 茶的英文是叫T.E.A T 就是因為以前我們就是 已經出口為主 所以呢 會叫做 茶 茶 茶 每年月嘛 我們大家叫我講 每年月嘛 我這次去義大利 因為我們在做茶文化推廣 義大利語的茶 你知道嗎 就是叫T.E.A 就是我們名的 南語的這個T.E.A 整個的這個 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 這樣延伸過去 其實以前輸出去的很多 包括茶啊 這個瓷器啊 都是這樣 就是為什麼瓷器叫China 然後茶叫T.E.A 茶叫T.E.A 就是這樣 對 孫威姐學習到了 今天用到的這個瓷器 清莉姐妳要不要介紹一下 真的好漂亮 黃初茂老師設計了這個 石榴家園的這套鎖冰茶器 這個是在我們2017年 我們金磚會晤期間啊 我們接待了外國的元首 以及金磚五國夫人 用茶呢 它需要有一個儀式感 其實我很認同 那個我們的老鄉 他講的這個儀式感 台灣其實茶文化也是傳承的非常好 是 那包括剛剛講到說 這是一套非常精美的瓷器 台灣我們也有鷹歌 鷹歌就有很多的這種 有匠人精神的這種藝術家 他就知之不倦在他的這個 工作領域上了 不斷的創新 我看到他這上面還有石榴欸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用石榴 馬上給黃老師打個電話 你好黃老師 哈囉 我們剛剛一直在聊說 您設計這套瓷器的這個理念是什麼 就是石榴在中國民間 和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的 這種奇想的這種感覺 首先我就會特別強調 就是這一種滿滿的 一種中國情 從內心的這種接受感會被強 就是說整個的設計我在引操 我所需要的 你的那種場景進行 那種情緒需求 聽完黃老師講這一拍 有沒有很想去黃老師那邊看一下 對 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說 欸我聽你講完之後 我喝這個茶 感覺這個茶更有味道了有沒有 我們三二一轉場 你好黃老師 黃老師好 你好 黃老師好 這個就是最早的時候設計的第一套 那個國宴廠 2014年派國宴那個設計 開啟了整個國宴廠這個事件 這一套是2017年金莊五國的時候設計的 它當時是圍繞著古蘭嶼去做的設計 它又叫甘芹島 所以我當時就把古蘭嶼做成了一個金色的地圖 放在一個海濫的中間 做了這麼一個情境 這個海濫又是我們中國傳統清華祠裡面的那種很典型的 這個中國海濫的樣式 這個系列的那個設計呢 也是現在市場上影響力比較好的產品 大家都很喜歡這一套產品 在那個金莊五國的時候 夫人宴會上使用了這個系列 這個系列的就是黑色的這種 就是在空間裡面那種東方和中國傳統的那種氣息 就是比較能壓得住場 而且石榴嘛 在傳統的寓意裡面也比較好 您在設計這個國宴用詞的時候 能不能談談說設計的時候 會有一些什麼樣的心境 您這個詞用的特別好 就是心境 其實設計國宴詞的時候 這個語境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個國家的禮儀 這麼一個場景 同時它還有一個大的文化場景 那麼所以說APEC國宴設計的時候的那種 就是非常直觀有效的 扑面而來的那種中國的風情 去推到大家的面前 就是它有一種態度 有一種自信的感受 它又是有那種國際的設計的語境 那種腔調 就是有一種在場感 西方人他也願意看到一個很中國的 然後又有國際語境感的東西 美其實是世界的通用語言嗎 人類的审美它有很多共通性 中國人在喝茶樣式上面的一種豐富性 就是我作品裡面有很強的這種儀式感 但是我從來沒有用這個詞來形容它 但我用藝術的方式在思考 在研說 在探討這個問題 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它是用一種極其獨特的方式 它不是一種公眾的語言 在說著大家天天在說的問題 然後它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詞 我覺得特別有一種價值感 對我人生來說 我也從來沒想過 什麼成就啊成功啊這些詞 從來沒去想過 就還是比較鬆弛的一個狀態 我是比較沒有目標性的 所以說我偶然的不小心 我成了一個國際設計師 謝謝姐姐 謝謝你 謝謝姐姐